又是你 干嘛打我 因为你欺负我周爸爸 你是坏人 你果然是敏慧的儿子 说话就会惹人生气 你为什么说我妈咪 不许说我妈咪不好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我的妈咪 我爱守护 我都敢光播 替你爸爸妈妈教训一下你 我在这儿呢 霉子带了吧 还不投降 我是不会输的 我妈咪说了我是超人 超人是不会认输的 超人 那我就是雷神 你不信 不信你看 你这是心脏手术 现在信了吧 我妈咪说 只要有心脏病的孩子 都是被神仙选中的 有超能力的人 所以我就是超人 你妈咪说的对 我们都是被上天选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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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偷钱啊 我输了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 你就是无所不能的小超人 好不好 那呢 我也勉强原谅 你欺负我周爸爸了 你爸爸 不是说他是最好的心外科医生吗 那你的病一定能好起来 他不是我爸爸 他是我周爸爸 你会说不能交错 那你爸爸呢 我妈咪说了 我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可我知道那就是死了 你们搭着哄小孩子的时候 能不能用心一点 我话都没有新鲜一点的 叔叔问你 你生日是哪天你还记得吗 我的生日日啊 全全 欣总真巧啊 我们不打扰你了 走全全 孩子生日是哪天 你这个人还挺搞笑的 我儿子生日哪天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放开 全全怎么走 先生 这个枪麻烦你贼一下招 和我有没有关系 你自己心里清楚 回答我 你放开 新鲜 你放开 免卫你这个 放开 你这个坏人 放开 你放开 你干什么 放手 你没事吧 没事 和你没关系 先走 请你自重 周如今 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 还有半年才是全全四岁生日 敏慧 我的生日是 你的生日就是半年之后啊 你忘了啊 不可能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行了吗 行了吗 我们可以走了吗 全全全走了 全全走了 周伯伯 我们走 快过来全全 走 来 小心 没事吧 没事 莫名其名 怎么回事啊 没事